我是今天的講者 孫祥俊 那現在是成大的研究生 然後現在我們主要在研究 CAPCA Server端的負載平衡問題 然後這邊有我們專案的連結 然後上面有 我們有提供一些CAPCA的微運工具 那如果有問題都歡迎大家來看看 然後歡迎發PR 會議秀 接著是今天的演講大綱 首先我會簡短的介紹一下 CAPCA的TOPIC和PARTITION的概念 然後會提到 CAPCA在使用上會有需要搬移PARTITION的情境 接著是會提到 搬移前要評估的項目 也就是今天的主題 PARTITION的搬移成本估計 然後最後是結論 首先介紹 首先介紹 CAPCA的TOPIC和PARTITION的概念 TOPIC是CAPCA的一個概念 然後當它被創建時 它會決定要切成幾個PARTITION 然後這些PARTITION會以 RUN ROBBING的方式 平均的擺在各個BROCKER上 擺在各個BROCKER上 每個BROCKER上 會持有差不多數量的PARTITION 那這邊的BROCKER指的就是 Node 結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PRODUCER PRODUCER是會放在卡點端 然後主要負責打資料到PARTITION中 那打資料的時候 它會把你要打資料的KEY 丟到HATCH FUNCTION 來決定你要打到哪個PARTITION上 所以你這樣子在打很多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平均的打到很多的BROCKER中 那接下來會介紹一下 會介紹CAPCA使用上遇到的問題 以及如何解決那些問題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新的重機 然後 它剛創建的時候 它可能一切正常 正常使用不會有任何問題 然後 有可能會因為你 上層業務使用方式改變 讓每個PARTITION的負載不同 那導致 某些 BROCKER上的負載會特別重 那這邊提到的負載 有可能會是 網路頻寬 CPU使用率 硬碟使用率 等等的硬體資源 那要怎麼去 把負載分攤到其他BROCKER上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透過搬移BROCKER中的PARTITION 來減輕這些BROCKER的負載 那要怎麼搬移 等一下會講 然後還有一個情境就是 可能你重啟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會有擴展重啟 或者是 更換 伯克內的硬碟的需求 那因為卡卡有支援JBOD 所以 每個卡卡都可以掛載多個硬碟 那前面有提到PARTITION會 平均的分散在 伯克上 然後其實它就是 會儲存在這些disc中 好 然後假設你今天有新的硬碟要加入 那它也是要 把PARTITION移到新的硬碟中 然後 這邊就是假設你 重啟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會想要擴大重啟的規模 然後你要新增 新的節點 那也是要把 要自己想辦法把 舊的 節點的負載 也就是PARTITION移到新的節點中 那麼要 怎麼搬移呢 就卡卡其實有提供一個API 可以讓你對 重疾的分佈進行改變 也就是我們 可以透過搬移PARTITION的方式來改變 博客的負載 那下面這邊有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重疾 在博客間的寫入流量 不平衡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上面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博客 它的寫入流量特別大 然後80MB 那第二個只有3MB 第三個有40MB 那我們就是呼叫這個API 可以把第一個 的40MB 這個PARTITION 移到第二個 那它三個流量就會 差不多了 但 真的只需要 呼叫這個API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每次執行 搬移PARTITION 都會有一個成本 那當你重疾規模很大的時候 需要移動到很大量的PARTITION的時候 那這個成本會更加的明顯 那嚴重的話可能會導致你的服務受到影響 所以就有我們PARTITION 搬移成本估計 那接著說明 成本要有成本估計的原因 首先解釋一下它搬移的原理 它是先把PARTITION 流量 然後還會佔用磁碟使用率 這是第1點跟第2點 然後第3點 因為PARTITION會佔用硬碟儲存空間 所以移動前要確定你搬移目的的 Broker是否有足夠的空間 來存放這些PARTITION 接著會用例子來 說明一下各個情景 第一個就是你的上層應用受到影響 下面有個例子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Broker 然後 它的網路讀取流量上限是500MB 然後它現在左邊有Consumer 就是負責拉資料的開源端 它已經佔用了 它一直在拉資料 然後它用了這個Broker 480MB 那 假設你今天又對這個Broker 做搬移的動作 想要把它的PARTITION搬到別的地方 那它讀取可能又會 更多 那就有可能會 超出它上限500MB 那這樣子 就有可能會導致你 左邊的開源端 受到影響 讀取速度變慢 那你 上層應用可能就會 受影響 好 然後第二個例子就是 搬移過程中 要去注意你的磁碟空間 這邊有個例子 就是你有個搬移計劃 你要把 有個搬移計劃要把PARTITION0 從Broker1 搬到Broker3 就這個 從第一個搬到第三個 然後把 PARTITION1從第二個 搬到 Broker1 這樣 那 這個計劃你執行完之後 你Broker1可能只會有 兩個PARTITION 這就是小例子 好 但是它執行的過程是 同時進行的 所以 你一段時間內可能 你Broker1會同時持有 三個PARTITION 那這邊就是你有可能會 硬碟儲存空間會不夠 假設你規模更大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搬移中也要注意你的 空間使用 然後最後是 PARTITION搬移的時間太長 這邊也是有個例子 假設你這邊有打資料的producer有很多個在 打一個PARTITION 寫入的速度是100MB每秒 但是你今天要對它做搬移它只有 50MB可以用 那 這樣子的話你同時在做寫入 這邊在做寫入 然後這邊又在複製 但是 你寫入的速度比 你複製的速度還要快 那就表示它 搬移會永遠都搬不完 OK 直到你producer可能 寫入的流量變少 才有可能做完 所以你要注意說 你PARTITION的寫入流量 跟你搬移的速度 有沒有 搬移的速度有沒有比寫入的速度還快 接下來會講 如何做成本估計 首先要先取得一些資訊 然後我們這邊會先透過 Kafka提供的 admin API 來取得你PARTITION的分布 也就是你PARTITION會放在哪些博客上 然後接下來會透過JMS取得 你的PARTITION Log大小 或是 博客讀寫流量的 一些資訊 然後接下來使用者要輸入你 制定的資源上限 例如說你 想要限制你總PARTITION翻譯數量是多少 或是你的PARTITION總Size 總翻譯大小要不能超過多少 這邊大概是一個 成本估計的流程 首先這邊是你的Broker 就是要透過admin API取得 檔前分布 PARTITION放在哪些博客上 然後 這邊應該要有一個 重擊維運者 就是很懂Kafka的人 懂得你要怎麼處理當下的問題 然後評估之後給出一個你的目標翻譯的PARTITION 分布 那透過這兩個就可以算出 他們的差距 而這差距指的就是 你的PARTITION會從哪邊 移動到哪邊 大概會有 這些資訊 然後最後再去跟你從JMS拿到的那些matrix 去做一些數學計算 就可以算出你要的成本 那接下來會介紹一下我們 專案在做什麼 那我們專案其實主要就是在 解決SERVER端的負載不平衡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在 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以透過我們專案的東西去執行 然後可以 去找到適合當下情境的解法 可以提供一個翻譯計劃 去解決你現在負載不平衡的問題 那 這邊一樣是 從BROCKER拿到一些資訊 然後 我們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Plan Generator 它就是會生成 大量的 翻譯的分布 就是 新的PARTITION分布 但是是假的 然後 在去 經過計算之後 找到一個 符合成本 而且 可以解決負載平衡的 翻譯計劃 好 然後找到計劃之後 會在 看使用者同不同意執行的計劃 同意的話就執行 不同意就離開 那我們跟前面的差別主要是 他就不需要人為的介入 去 算你的 PARTITION要怎麼移動 然後 到使用者那邊 他會看到這些資訊 他在 在使用者這邊 是否要同意執行這個計劃 大概會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 左邊大概就是可以看到你的 哪個TOPIC 哪個PARTITION 要從哪邊移動到哪邊 然後路徑 然後右邊就是我們的搬移成本 那這邊的例子是 總PARTITION的LOG SIZE 然後TOTAL SIZE就是 總共要搬移的量 然後 下面這邊 Broker BrokerID就是你的 你的節點 總共有三個 然後 他這邊COST 負的值就是說你會移出 PARTITION 然後正值就是會移入 OK 然後最後是結論 這邊最後就是 成本估計在 搬移PARTITION上 會有一定的幫助 然後這邊整理了幾個 好處 第一個就是 確保搬移不會占用太多資源 然後 減少搬移總共的花費時間 那最後是保證你前端 可以正常運行 報告這邊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